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AI航空来 我是AJ 这个频道会分享很多AI辅助设计 以及行销的工具与方法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今天要来分享什么呢 今天要来分享 Stable Diffusion最强图片 放大修复工作流程 看完今天的教学 你们几乎可以把你们身边 所有模糊不清的照片 放大修复成 可以表框来观赏的照片 要教大家放大修之前 我先来讲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我个人就是完全没有 我幼稚园的记忆 那我幼稚园的 唯一的一张记录 就是现在大家 画面上看到的这一张 也不知道这张照片 到底是谁拍的 我个人是完全脱胶的 这张记录就变成了 我人生的很大的缺憾 虽然说这张照片一直留着 可是其实 每次看到都还蛮伤感的 也不知道要怎么去 让这张照片主角变成我自己 那现在 我今天教大家的方式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现在就来教大家 Stable Diffusion最强的 放大数 那首先我们要安装 两个扩充运用 那这个网址 我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首先复制第一个连结 然后到menu 擴充功能 然后从网址安装 然后把刚才第一个网址贴在这边 然后按安装 然后再复制第二个连结 一样贴在这里 然后按安装 好 这两个网址都安装了以后 就来到已安装这里 然后按更新并重新启动使用者界面 那接下来呢 需要下载两个档案 那这两个档案 我会放在我的个人的网路硬碟 你只要点击这个连结 下载 然后把这个档案呢 放到Stable Diffusion Web UI UX的资料夹的models 然后Stable Diffusion 就是放大型checkpoint的地方 把这个档案存在这里 然后另外一个档案 一样下载 然后把它存在Stable Diffusion Web UI UX的资料夹里面的 Extensions资料夹 找到这个 SDWeb UI Stable SR 这个资料夹点两下 到这边有个models 然后把刚才那个档案存在这里 那把两个扩充都装好以后 我们来重新启动一下 我们的Stable Diffusion 那我们进到Stable Diffusion以后呢 我们就点Menu这边 然后到图生图 然后这个checkpoint的这边 按Refresh一下 然后选择我们刚才还放到资料 里面这个新的大型checkpoint B2.1这一个 然后提示词这边 不需要填任何东西 然后把你要修改的图 读进来 那我就载入 我幼稚圆的爱桑 这张照片 然后点选这个面部修复 然后把提示词关联性改成2 点开这个新的扩充 Ted Diffusion Enable 然后点开这个下拉选单 选择第二个 然后把这个数值改成64 这边也是64 然后这边改成32 然后这个批示数量呢 就要试个人的显示卡效能去决定 那我个人是把它调到最高8 那这个数字越大 它算的速度就会越快 然后放大演算法不需要选 然后比例音质把它改成1.5 然后Noise这个不需要 然后点开这个分块VAE 然后把它Enable 然后滑到最下面指令码这边 点开 然后选择我们新安装的扩充 Stable SR 然后这边按一下Refresh 然后选择这个Model 然后比例音质跟上面一样 改成1.5 好以上都设定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按产生 它也是会给你两张图 第一张图是还没有修过颜色的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 我的脸已经隐约浮现了 第二张是修过颜色的 那它的颜色就会跟 我原始的照片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把第二张的照片再送到图生图 然后我们再让它算一次 好的 大家看 幼稚园的我就这么回来了 我们来对比一下好了 从一个左边原本完全模糊的照片 变成现在放大这么多倍以后 一个清楚的我 我有拿这张照片去跟我妈确认 我妈说对 我小时候就是长这个样子 你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周遭的人物也都 其实跟模糊的时候的样子是很像的 然后也变得更清楚 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学 可以让你们将所有 不管是模糊或是quarty很差的小照片 重新放大复原到清晰的照片 然后让你永久的保存 那如果今天的教学对大家有帮助 请踊跃地按赞订阅加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